大家好,我是男小溪,欢迎来到我的第一支视频 拍视频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记录一下一个 我作为一个刚刚结婚,但是没有一点点做菜经验的我是如何变成一个上得了厅堂 又下得了厨房的我 对的对的 然后我要开始做的第一道菜,当然是所有人的第一道菜 那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了 这么容易的一道菜,你们真的觉得我会做不好吗 这么简单的一道菜,学问还是很多的 例如有些人加糖,有些人加番茄酱,有些人加葱 还有些什么都不讲 看来开始做之前还是得先查查资料 据说西红柿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记载中 是被一个意大利医生归类成有催情作用的草药 那时还只能算是一种观赏性的植物 之后到了16世纪,英国的一位公爵 把这种观赏性的植物带回国了,送给了心中的女神 所以这就更加加深了西红柿爱情的色彩 不过现在要是送你的女神一楼筐的西红柿 好不是人家觉得你倒在被闷起了 到了后来西红柿又有了独果的美名 据说当时的吃货们普遍使用盘千制的餐具 而正常西红柿的酸性能加餐具中的千取出来 所以这些吃货们就这样子被独果给撂倒了 然后呢可能又度过了200多年吧 意大利的吃货们呢又开始准备再吃这个西红柿 结果二话不说把叶子给吃了 结果又被撂倒了 但不管最后怎么样 意大利人民还是无法抵抗西红柿 所以最后终于把果肉给吃了 然后终于发现西红柿只有果肉是没毒的 不过这些都是代表西红柿是从18世纪之后才被人们当作食物的 不过我还在网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说西红柿是被明朝著名文学家汤贤族文学家汤贤族 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哎 误打误撞发明出来的 这个故事呢是汤贤族有一次惹毛的皇帝被打发回家研究文学去了 所以才有著名的文学家 然后就遇到了他的女神秦红 然后呢有一次秦红生病 不管汤贤族怎么照料他都不见好转 就在这时他得到了几个西红柿 但又觉得呢秦红身体寒不适合生吃 所以就把西红柿给炒了 炒西红柿的同时呢又炒了一碗鸡蛋 然后他在喂秦红的同时觉得两个碗太麻烦了 就把西红柿放在了鸡蛋的碗里 所以中国名菜 西红柿炒鸡蛋就这样的诞生了 网上的菜谱这么多 经过我一番研究 我选择了这个菜谱 实验开始 第一步呢首先就是要把西红柿给洗干净 好了 好了 番茄洗完了 现在先看一下 iPad上面说第二步是什么 好了 先把西红柿给切一下 切番茄呢 上面这个东西是不能吃的 好了 看一下切好的番茄 好啦 先把这样子 不要把蛋壳弄到蛋汁里面 然后网上说要加一点点盐 然后再加一点点料酒 我们现在先放这个 很粉很可爱的盐进去 就放一点点 手没擦干都粘在手上了 都一样 其实是应该先把蛋打碎 是因为再放盐呢 还是现在就放呢 是先放一点盐 然后再打碎 好嘞 然后再放一点点料酒 这个是绍兴花雕酒 有点多 好嘞 如何打得漂亮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菜谱上面说顺着一个方向打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随意 好了 你看 打的是还可以的 好了 就凑合这样了 好嘞 好了 现在开始弄这个蒜 蒜 蒜 还是不是很容易掰开的 不是很容易掰开的 好了 掰出了一个 我们的目标是要两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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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容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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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还是很顽固的 这个蒜 哎呀 好了 好嘞 然后呢 蒜的这个皮呢 是不能吃的 所以我们要 这个样子 压一下 哎呀 对 然后就把皮给压出来了 然后把 然后这个也不能吃的 切开 切蒜的说法 我还是很 纯熟的 我个人觉得 好了 现在就一条一条吧 大家就这样 大家不要像我那样子切 我们这样子 一根一根的这样子切 虽然效率比较低 但是不会飞出去 就是呢 不让让你的老公吃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 吃的满嘴都是蒜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样子 就差不多可以了 其实吃大蒜头 也对身体健康有所帮助嘛 好嘞 哇 蒜还是很黏的呀 这样子 放在这个小碗碗里 现在就要开始炒了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好了 我们开始吧 先放一点油 然后呢 这个步骤是我们先炒蛋 然后呢 就均匀的铺满整个锅 哦 说要热锅热油 可是我们现在是冷锅冷油 不过没关系 我们锅一会儿那个油就热了 然后再把那个蛋放进去 好了 好了 现在就要放下去了 然后他们说要把那个蛋液翻炒 可是这个蛋呢 还没有熟 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子弄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很类似于火山爆发的鸡蛋 开始炒 因为番茄炒鸡蛋不是番茄炒蛋饼 所以要把鸡蛋给弄碎 有点黏锅了 大家可能油要放的比我再多一点 好了 然后现在就把蛋盛到碟子里 先把火关掉 炒到碟子里 炒到碟子里 好了 现在开始炒西红柿 还是先放油 然后跟上一个步骤一样的 均匀地翻开 然后呢 要放蒜 爆锅 全部放在哪里 爆锅是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应该可以了 我现在已经闻到蒜的香味了 不是 是蒜 现在已经有一点那个了 紧张了 然后现在我们把番茄放进去 尽量注意不要崩到自己 菜谱上面说要炒到番茄 留那个汤汁之后 才可以放鸡蛋进去 也不知道要炒多久 大家要注意 翻炒 要不然番茄就会焦了 像这个一样 现在感觉有一点点汁了 我们就放鸡蛋进去 然后这样子炒 这个配方是说要加糖的 然后我个人也喜欢有糖多一点 糖 炒一下 炒一下 虽然过程不是很好 过程还可以 切菜的过程不是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对我做的这道菜 都是满意的 再放一点粉色的盐 一点点 因为鸡蛋已经放过盐了 所以我们就放一点点 有点太少 太多了 没事 好嘞 最后上菜之前 把这个葱花扫上去 就像一个 红绿灯一样 好嘞 关火 上碟了 一定要像个大厨一样 用纸巾擦一下周边 好了 现在开始试吃了 还是很香的 先吃一口蛋 好像刚开始炒那个蛋叶的时候 没有放够盐 所以蛋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不过没事我们吃一个小的番茄 哦 就番茄跟蛋一起吃 试一下 再吃一块番茄单独试一下 其实呢 总体来说 西红柿炒鸡蛋 还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这一盘东西呢 炒出来就感觉像 西红柿跟蛋是分开的 因为蛋呢 没有融入西红柿的味道 我就好像在吃一块蛋饼一样 西红柿呢 也酸不垃圾的 放的糖好像也不够多 不过没事了 这长得还是挺好看的 还是可以骗一下人的 所以呢 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呢 还是会给自己及格的 因为这毕竟是我的第一道菜 好了就先这样子先不吃了 回来的老公让他吃好了 好了 就这样我的第一道菜 还有第一个视频 就这样子的结束了 虽然呢 做的还是差强人意 不过这样子以后 才会有进步的空间嘛 我相信大家不是 做第一道菜就做的那么棒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以后 是什么成长的 就这样啦 谢谢 拜拜